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南海緊張,科網照升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210點,收報25281點 成交也挺活躍的,今天有1506億 今天港股受到宏觀事件的影響 所謂宏觀事件,即是南海局勢有點緊張 令到今天港股要跌 雖然昨晚,其實美股都做得不錯 科技股指數又再創新高 雖然大市是要跌 但是今天的科技股,科網股繼續照升 另外還有一些股份照升 等一會再跟大家分析 先講一下大市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連續幾天又回落,沒辦法 本來就衝上去 好像想上破 本來畫了頭肩底 可惜又有些宏觀事件 它不是跌得多 其實我覺得那些宏觀事件都是嚇人的 但是又是阻礙了一個升勢 你看到恆生指數又不是很肯動 國企指數又不是很肯動 只是一個科技股指數升 科技股指數今天升上來 明天就有一隻ETF出台 恆生科技股指數3033 科技股繼續照上的 先講今天受到影響的南海事件 南海局勢為何升溫呢 因為中國近日在多個海域 南海那裡進行實彈射擊軍演 這是兩個月以來第二次 中國做軍演 但是美國立即就說 南海那裡 有些中國公司幫 有些南海那些島嶼 那些建設的公司 就要制裁他們 數目都不少 24間公司被列入這個實體名單裡面 當中包括中國交通建設 多間子公司 和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等 因為他們說幫中國在那裡 蓋人工賭 蓋人工賭都不行 結果又令局勢緊張 港股又跌下 1%不夠 不算多 這些事件應該都逐步消化 暫時 去到美國大選之前 甚至大選之後 但現在先講大選之前 11月3日之前 基本上這些事件 都應該會不停地出現 美國特朗普政府 就會不停出盡力 去打擊中國 搏取選票 近期對中國強硬之後 民望就升上來 拉近與拜登的距離 拜登當然不會示弱 對中國的形勢上 都是擺出強硬的姿態 所以估計在大選之前 都不會有什麼降溫的跡象 所以市場可能經常都會受到這些影響 但受影響之餘 都是一次又一次 避受打擊 習慣了之後 就不會真的怕得很緊要 等一等 等一等 就沒有破壞到的形勢 只是牛其偏遠 仍然是有機會向上的 我仍然都是樂觀點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科技股繼續向好 先說 影響到恆辛指數的 就是騰訊 因為阿里巴巴那些 仍未能進入 騰訊 今天 都再升1.2% 收報558元 今天最高 是560元 距離前浪頂 三頂高位564元 差4元左右 我仍然覺得 都是有機會升穿 慢慢地壓上去 為甚麼 為甚麼會估計會升穿 因為其他那些 重磅的科技股 都已經升穿了 所以 都還是很有機會 好了 今天焦點 其實都不是騰訊 因為騰訊 在科技股裡面 升得慢 它都未破頂 其他很多都破了 一直是這樣 很強勢的 就有美團 美團 今天再升4.7% 最高的時候 見過273元 273元 收271元 美團一直 繼續上升 300元 這個大關 都有機會見到的 小米公佈業績之後 厲害了 今天 就是一個 可以說是 創了歷史新高 裂口上升 還有它那隻電話 好像賣得好 總之 小米 現在又成為 這個 甚麼 即將成為 這個 恆子成分股 9月7日 就加入了 和阿里巴巴一起 反而美團落空 所以 現在都見到追 因為明天就會出ETF 出ETF 它都受惠 這隻股 現在創了新高 今天比較少少 沒有那麼好的 就是 其實 都不可以說是不好的 就是這個 那個裂口 即是你高位出裂口 即是高位出裂口 和在中期 即是你開始突破的時候 出裂口 就相對有少少影響的 因為你高位 其實已經很多人知道 股災業績好的事 是業績的東西 我們省戶不知道 很多人事前都知道的 然後再出一個裂口 一方面反映 就是業績超於預期那麼好 另一方面 就是你小心 這個 有人知道那些 其實會不會在這個 扯上來的時候出貨 總之 今天這個裂口 就不應該 短期到回補了 好處現在就是說 你偷它回 大概接近20元邊 就 可以吸納 止蝕位放哪裡 放這個裂口底 裂口底 是18.2元 那你放18元 18元之下 就止蝕 你不應該回補 這個裂口 就作為止蝕位 可以這樣參考 還有一隻 更厲害的 今天升 這隻小米升11% 很厲害 今天有隻科網股升 很厲害 叫做縱安在線 業績好 雖然營起的時候 說增長一倍 但實際出來 就增長四倍 盈利 一隻大棍上升 升成22.86% 捱近23% 收補53.75元 還未破頂 之前的前浪頂 在7月9日這個高位 就55.75元 大概56元 這次有沒有機會升 當然有 今天一個裂口相 這個裂口相比較好 因為這個裂口 是在調整浪底部 如果你看現在這裏 調整下來 是不是一個雙底形態 雙底形態 8月5日這個高位 是50元8毫子 之後這一天跌下來 8月12日低位 41.6元 差有8.2元 按照量度上去 你就可以去59.6元 就是捱近60元 剛剛會升穿了前浪頂 現在上網59、60元左右 還有 都是科網股 照升 有金山軟件 金山軟件今天升9% 又是未破頂 它現在衝上來 金山軟件 都很有機會衝上去破頂 金山軟件 還有一隻之外 就是微紋 微紋2013 因為圖表還有其他股 所以沒有列出來 今天它都升6.4% 收報12.28元 這幾隻科網股 就沒有理到大市的局勢 好像是大市一回 他們都不理 照自己照相 因為外圍的科技股 科網股繼續做好 所以資金繼續衝進去 金山軟件 暫時來說 打橫行這個高位 我估計都會升穿 7月13號高位 47.6元 這裏都會升穿 大家大概上網 這個50元 這個微紋 因為是SAAS的概念 即是網上的消瘦 現在看著它是12.5元 大行就看著它是14.5元 2013 除了這幾個科網股之外 今天還有一些傳統股 其實都做得好的 業績得不錯 都值得和大家拿來講一下 好像永升生活一樣 破了頂的業績好 業績大家自己看 總之現在破了頂 今天一天就升15.6% 其實最近很多物館股都上了 今天還有壁桂園服務 又是破了頂再上了 不過升幅沒有那麼大 所以物館股都是值得留意的 特別是那幾隻 即是業績公佈了之後 受到資金追捧 那幾隻是特別值得留意的 還有就是海底撈 海底撈 就是不同科網沒有關係 海底撈 但是業績之後 就一直衝上去 就是 餐飲股裡面 算是一個表現得不錯的 那今天呢 都仍是有見到北水湧入來 最主要為什麼市場會覺得它好呢 就是因為覺得它會加速開店 門店會加速加密門店 還有上台率 現在已經回復疫情之前的 大概八成的水平 市場是對它樂觀的 雖然上半年 其實就是業績虧損 其實現在有很多上半年業績 是倒退也好 虧損也好 你見到 市場其實不是理會它上半年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安踏這樣說 這隻準恆子成分股 它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準恆子成分股 上半年都倒退 盈利 那它一樣也是破頂 這隻 其實虧損 虧損9.7億的海底撈 一樣是這樣破頂上 市場其實不是看過去式的 是看著將來式 看著未來 看著下半年 看著它之後的發展 那它上半年因為受疫情影響 其實股價跌了 已經反映了 現在呢 一路衝上來就是看著它在未來開店 還有未來的發展 未來的翻台是否會增加 現在市場對這些是樂觀的 譬如剛才這樣說 安踏那些消費股 內需股 內循環 海底撈 移海 這些 繼續一路都還在上 所以不要說一定是說 永生業績好 這些破頂就應該這樣升 海底撈虧損 為什麼呢 因為在看著將來 同樣 所以其實那些這樣的 科技股有很多 盈利不是很高的 盈利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將來前景好 大家市場為什麼會這麼集中 去科技股做得好 哪怕呢 其實現在 譬如南海事件 好像局勢緊張 大市要跌 為什麼這些科技股繼續上 因為市場在看著 他們將來的前景是好 特別今年下半年 前景是好 所以那些錢會繼續湧進去買 好了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請多謝大家收看 請多謝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